好 那我請教宜靜 剛剛講到的是軍事的圍堵 那事實上另外一個更大的包圍圍堵 是在科技 而且呢 如今的處境 以台灣這一次來講 半導體果然是護國神山 可是各國也都認為 半導體的短缺是他們重大國安危機 是 沒有錯 我們最近看到很多的新聞 我們知道說台積電實在是太厲害了 他們從5奈米 3奈米 2奈米一直往下做 然後把那個三星跟英特爾都打趴在地上 然後呢 另外一方面呢 中國他們對半導體的野心呢 是完全可以看得出來的 然後呢 這時候呢 不管是美國 日本或者歐洲的各個國家 他們出來宣誓說 他們都把半導體產業看作是一個國安的議題 他們絕對不會退讓 所以究竟誰會勝出呢 其實我們要了解這個問題的話 我們必須先了解說 基本上半導體可以粗略的分為三種 第一種是邏輯晶片 第二種是記憶體晶片 第三種是功率晶片 那這三種半導體呢 事實上他們有不同的應用 不同的技術 然後他們的生態也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最熟悉的呢 當然就是台積電所做的 代工的大部分都是那個邏輯晶片 這個是在電腦 還有手機汽車裡面通通要用到的 然後還有就是像記憶體晶片 也是我們熟悉的 那最近比較突出的呢 就是功率半導體 就是電動汽車所要用的那個半導體 那這個特性有什麼特性呢 就是以前我們知道的 邏輯還有記憶體晶片的話 都是電壓越小 然後電流越小 它這樣越省電 越不會有那個散熱的問題 可是功率半導體呢 它是要電壓越大 然後電流也越大 因為它是要驅動馬達的 它這樣才會有力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不同的應用 然後它的技術也是不一樣的 我們知道在邏輯晶片 還有記憶體晶片 都是用細晶圓 但是功率半導體 它用的通常是像碳化系 還有那個氧化架等這種 那個化合物的半導體 然後在那個製程方面的話 我們當然知道說 像台積電這個製程 是非常複雜非常精密的 而這種功率半導體呢 它的線會比較粗 然後沒有那麼精密 但是它的難度是在哪裡 難在於它的材料 然後這三種半導體 它的產業生態也不太一樣 那我們知道就是說 邏輯晶片 現在當然是世界上 大概是三家比較大的 就是台積電 三星 還有Intel 那主要的生產 當然就在台灣 韓國跟美國 然後記憶體晶片呢 事實上台灣就比較少 那比較強的現在是韓國 然後再來是美國跟日本 那韓國當然就是三星跟海力士 然後功率半導體呢 那個其實歐洲有很多的廠 這個以前我們都不知道 就是說這種功率半導體 我們一直有一種錯覺 覺得說歐洲沒有什麼半導體 沒有很多 因非引義法 而且他們在馬來西亞也有廠 最近馬來西亞因為疫情 也使得他們的供應更加短缺 對 然後我們最近看到 有一個新聞 前兩天有一個新聞說 中國中資要收購一個 英國的半導體廠 一個晶圓廠 那其實我看到新聞 我也嚇一跳說英國有為什麼有那個晶圓廠 仔細一看他果然就是做這功率半導體 這方面的廠 然後在這個三方面 三種半導體 他生態也不太一樣 然後呢其實最簡單 可以搞定中國比較有機會的 是在那個記憶體晶片 已經剛剛講到 三種不同的半導體 事實上有不同的產業的生態 跟不同的應用 那也有目前為止 不同的分布 跟不同的國家擅長的地方 那以中國來講 事實上有可能突圍的是記憶體晶片 是 那個因為記憶體晶片 它有個特性 就是它的那個景氣循環非常明顯 當它在景氣好的時候 所有的這個記憶體 做DRAM 做NAND FLASH 所有這些廠都賺錢賺得不得了 賺的那個手上通通是錢 然後他們就開始大家都去蓋下一代的那個廠 然後蓋了很多廠以後 接下來就是供過於求 然後供需出現 那開始價錢開始崩盤 然後所有的廠都賠錢賠到那個 都要破產了 然後賠到破產的時候呢 這時候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找自己的政府救 像之前就是因為 這個記憶體晶片 那個DRAM的產業 那個很蕭條的時候呢 因為日本的那個政府不敢救 台灣的政府也不敢救 但是韓國的政府出來救了 所以後來韓國的三星 還有海力士這些就變成很大 就活下來 就活下來了嘛 其他都死了就算他活下來 那另外一種可能的是什麼 這個這時候中國的企業 或者是中國的政府 可能會跑出來就是說 好你現在沒錢要倒了 我拿錢來救你好不好 但是我的交換條件是 我們必須合資設廠 然後你把技術轉移給我 那大家如果說遇到這種狀況 已經快破產了 通常都會願意 所以我們也看到就是說 中國最近幾年在半導體產業上的發展 看起來就是那個長江儲存會做的比較好 因為在這個方面你只要有錢就可以搞定 然後再來再講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這個功率半導體 那中國把這個東西 把那個功率半導體 它叫做第三代半導體 那我認為說這個第三代半導體這個名字 事實上是一種大外宣是一種宣傳 因為他把台積電做的半導體 所以叫做是這第一代半導體 我們做的是第三代 好像比較厲害 好像比較厲害 我們用錯覺說第三代一定會取代第一代 事實上沒有嘛 這完全是不同的應用 不同的技術 你這個第三代不可能取代第一代 事實上比較 但是第三代現在成長很大 因為他用在電動車相關的這一個產業 可能成長快速 對他成長會非常的快速 但是這個還是一種宣傳 然後中國在這方面 他還是會有他的的機會 因為這種功率半導體 他的製程沒有那麼複雜 你如果要複製一個台積電的話 你中國的這些半導體產業 譬如說中芯半導體 他必須去向台積電挖角幾千個 甚至上萬個工程師 他才能搞定整個製程 但是這種功率半導體 他的那個秘訣是 他的難度是在他的材料 所以通常你只要掌握到那幾個secret 那幾個秘密以後 你就可以做出突破 所以我們之前我們就看到一些新聞 就是說中國在這方面 突然有一個很大的突破 就是他買通了幾個那個關鍵人物 然後用幾百萬台幣 他就可以取得那個幾十億 或者幾百億這個價值的這個know how 因為這個是很容易去拿得到的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到 那現在中國在最近看到那個紫光 他破產了 對 所以中國在那個邏輯晶片上面 他已經遇到很大的阻力 他可能是一個很大的setback 他就是接下來不會這麼強攻了 但是他在那個記憶體晶片上 還有在功率半導體晶片上面 他應該還是不放棄 那這個首當其衝的記憶體的方面的話 當然是韓國 然後在那個功率半導體的話 其實首當其衝的 反而會是那個歐洲那些 歐洲場 對 所以台灣反而這時候壓力就比較小了 對 對